來吧 來吧 留意一下 楊瑞琪已經是1米8了 全港沒有一雙鞋適合她 東方迪加拿站著入樽很害羞 高度和藍底的統治性 對 球又準 跑動能力是快的 以她這樣的高度來說 基本上我覺得是完全沒得抹的 對了 站在這裡都入到樽 整個Majanovic一樣 單手都隨時遮到你的電腦屏幕 或者緣分到她自然會抄襲 但打籃球有時候不是高 她對於一切 她可以全任一句話都不說 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她挺害羞 但離家後我已經進步了 昂藏2米26 和姚明差不多高的迪加拿 平時的人是怎樣 口講無憑 行動最實際 來 一起逛街街 好多一會兒 很難忘的 很難忘的 用蝦子去吃 我今天生意 很難忘的 你想辦法去吃嗎 好多一會兒 它很高啊 因為我們這裡有地台 它很高 有一次經濟 高度要低頭走商場 在香港確實是少見的 所以難怪這位叔叔用眼神追蹤 但隨之而來就是生活上的不便 這位27歲馬爾他中方 職業生涯去過意大利 西班牙、美國、馬來西亞 和泰國耿地混食 又不會只顧著打球 在香港我做了一些新朋友 聊天、聊天、休息、休息 籃球員的身份加上RELAX這隻字 下一站去哪?不用怎麼猜 7呎、4、5吋地走商場 最引人注目的很難避免是高度 但其實腳的尺寸都很誇張 要穿歐洲馬58號鞋 即是US22 小心啊 都說高有高的不方便 剛才那邊哪? 啊,US22號鞋 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首先是跟奧尼爾對腳一樣金具型 第二找個穿US10號半的 Nate Robinson示範給大家看 最後就是跟動記者的現場對比 是不是誇張? 所以說特地下車 看到迪加拿的反應 要不就像這位小朋友 要不就像這位女士 要不就像旁邊這位女士 有很多東西你不喜歡 但你必須做的 因為這是你的工作 任何需要 你必須做得到最好的 所以他為了加強身體的協調 每一天都會拉筋 做圈格 平時都會跑步和舉下床 我喜歡去玩比賽 那是我的目標 所以我目標是去玩比賽 我目標是去玩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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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必先離奇氣 去到球鞋街 慢慢挑選一下 時間關係 麻煩剪片帶帶 才會想實踐 他們沒有衣服 那個名的 是吧 香港一般只有 US-13 不過沒關係 改變照顧客 我看到那個品牌 我可以找到這個網路 你是有一線 對 這裡用的網路 資訊是嗎 是的 從海外的一場 一場來到 不差再看對US-13有多小隊 幸好東方又準備到4XL、5XL的波褲 如果不是就真的要自己上網買 所以大家在時務2米26的迪姦娜 不用點跳都入到瓶的同時 都可以想想自己是否真的想這麼高 只想去京都 嚴重必去丁家改建店鋪 伊根州屋散策攻略 體驗京都傳統文化 立即上紫相旅行網站 登記會員免費下載